今天介绍的这部泰国恐怖片叫《鬼舞虐、鬼舞乱》 也叫《五条大路》通音间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部电影 因为它不光是泰国风作式恐怖片的巅峰神作 更是影史上屈指可数的璀璨里程碑 就剧情来说空前绝后史无前例 就导演编剧正容来说更是强强联合的良心佳作 那些有说能行的经典太式鬼片 鬼影、鬼之解、联体影、鬼宿舍、鬼私虐 全体厨子在他们之上 个人认为其他泰国恐怖片可看可不看 但这些电影绝对是你百看不厌的精品佳药 之前都有解说过 有想看的朋友可以到主页翻招 至于今天这个鬼舞虐 更是直接人性软肋的梦之类精品纯妙 历酒迷香 越看越待尽 越凭越着迷 现在开始鬼舞虐第一个故事 索命棕榈记 一辆汽车行驶在昏暗的小路上 突然一颗石头砸了过来 画面一转 小北也被母亲送到私院做苦行僧 他眼里也充满了委屈与不感 因为父母离婚多年 母亲也已改嫁组建了新家庭 虽然和父亲一起生活 但为何会是母亲被他送到这里呢 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呢 所以小北跟随师父和钟师兄 到山里下转悠 却不慎踩到了地上祭品 等他清理完脚上东西 却发现其他人早已消失不见 匆忙去追时 又被一个高高在上的木头神神吸引 这时师父突然出现 告诉他 这是宗里祭台 专门祭祀恶鬼 明天没有月亮 恶鬼就会现身 还劝他远离这里 叛逆的小北根本没有听进去 轻蔑地瞅了师父一眼就离开了 晚上小北饿得直发慌 就从祭坛偷了一些祭品拿回来煮 师兄看到后就劝他遵守戒律 作为孙人 天黑后不能吃东西 更不能吃饿鬼的祭品 小北才不管 端起来就要吃 争抢中 手不慎被烫伤 可下一秒盘子就诡异的躺空飘起 看到这个小北只得瑟瑟离开 但他还是不死心 再次来到宗里祭台下 这回他有些害怕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 就在他惊恐的四处张望之时 一个描迪的恐怖鬼影 悄然出现 小北害怕的想要离开 结果祭台突然探塌 本以为跑回房间躲避 就可化解恐惧 没想到窗户 却突然莫名开关 只见大窗怼怪物 嘶吼着经过此地 小北害怕的躲进被窝 不敢露头 然后大叫着从梦中醒来 但是看到手上的躺伤后 才意识到刚才的恐怖景象 并非幻影梦境 也没来得及多想 就跟随大师来到了祭台前 祭坛倒台 此乃大雄之兆 预示着恶鬼罪孽一说完 将进入轮回重生 新的罪人将成为恶鬼 再次赎罪 小北听到这些话后 心中乐感不安与恐慌 就决定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 大师劝他过了今晚再走 可包图的小北 直接将其推倒 踏入了丛林 半路上恰好偶遇师兄 对方把他带到一束山洞 面壁四过 因为这里是师父进修的地方 也是犯错僧人 祈求原谅和救赎的地方 由于小北之前犯了错 现在又冒犯了恶鬼 所以必须留在这里 轻轻祷告 师兄拿出一本经书 让他送毒 还告诫他好好反省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理会 师兄离开后 小北也开始念佛经 但是念着念着 就出现了痛苦表情 当时他和一个朋友 出去办坏事 直接把石头 砸向了一辆 高速行驶的汽车上 本想趁过打击 没想到竟亲手 害死了父亲 因为打风玻璃碎裂 车子失控 父亲当车丧命 想到这 他毁衡的交架 泪流不止 这使山洞里的蜡烛 血脸熄灭 同时还传来恐怖叫声 受惊过度的小北 早已忘记了师兄忠告 慌不自如地逃出了山洞 寺庙里 大师正和忠基子 为小北的修为做法事 看到神机断开 无奈叹息道 这就是因果轮回 从山洞出来后 小北一路狂奔 突然从草丛里传了异响 便失手捡起石头 砸向他草丛 没想到石头 却接着连森的迎面飞来 把他砸得是面目全非 小北趴在地上 给母亲打电话畅悔 可对方接通后 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小北看着和父亲的合影 大喊对不起 最后身体越来越长 手臂慢慢腐烂 变成了之前的恶鬼模样 只留下一声嘶吼咆哮 回荡夜空 不良少年小北 无意杀死父亲 被母亲送到寺院忏悔 可他不仅不思悔改 还做了冒犯机台的事 结果直接被父亲亡魂 乱事砸死 原本可以在大师的保护下 夺此一劲 可他偏偏不听话 只能沦为新的恶鬼 在人家赎罪 第二个故事是 同房鬼病人 阿太因车祸 腿不受伤 住院休养 被护士推进三十间病房后 很是不满 说要坐单人家 护士说这里和单人家差不多 左边病伤坏了不能住 右边虽有病人 但和死人没什么两样 没多久 护士来给老人打针 只见他皮肤僵硬 画满了辅助图案 护士扎了半天 也没扎进去 把针头给歪折了 阿太看后也没多想 继续躺在床上无聊发带 没多久 家属进来探望老人 只见他们摆上祭品 就开始摸念咒语 阿太也好奇的起身查看 家属看到后 立马拉上了帘子 这天晚上 阿太也被电视吵醒 看了一眼大夜后 也并未发现夜场 就打算拉好帘子睡觉 这时一个穿着 病号服的人现身 阿太感觉不对劲 猛的回头看去 却是一切正常 就在他打算躺下时 突然说鬼手 从背后伸出 嘶嘶掐他的脖子 慌乱中 阿太按下了呼叫器 护士纹身赶来 鬼手也消失不见 阿太认为 这个阴气重 就要求换病房 可护士却说 现在病房阴满 此时的阿太完全没了睡意 坐在床上默默祷告 没想到这时 帘子慢慢拉开 看到老人站起 吓得他直接滚下了床 一边向外爬 一边打声求救 护士赶到后 以为他产生了幻觉 直接订了一针镇定器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老人就站在身上 此人后背满是奇怪纹身 掐住阿太脖子 就疯狂突袭 第二天 阿太平静地坐在轮椅上 就好像什么事都未曾发生 还弄骂护士扎证太堂 护士长见状 赶紧附身跪拜 这时走廊两侧 跪满了行李者 阿太坐在轮椅上 手持怪杖 一脸雕像 此时的他 就是一尊失去自我的 老者亡红躯壳 其实老者原为邪教掌门 生前修炼夺舌邪术 死后在邪徒的进行安排下 霸占阿太躯体 成功怀扬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 亡命背包客 日本情侣小美小帅 想搭车去泰国文 可是等了半天 也没来到一辆车 小帅正好掏出钞票挥舞 没想到一辆大货车 立马就停了下来 富家山的小哥 急不情愿 但一脸凶凶的大叔 还让俩人上了车 不想要些钱 搬了我再把他们赶下去 只是车还没开多远 就听到车厢 传来剧烈的敲大声 小哥很是紧张 但大叔却无动于衷 直接一刻急转问 把车开向了乡间小路 小帅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追问 大叔赶紧急刹车 逃出手枪恐吓 继续下车查看车厢情况 看着这些白眼尸体 只得将其全部扔下 小哥趁机拉开了 一具尸体肚皮 逃出了几个白色粉末 原来两人靠人体运毒 转外快 没想到这些人 却因毒品外泄 死于非命 小帅看到后 也明白了一切 趁司机不备 迅速躲过手枪 直至两人 此时身后一具炸尸 慢慢起身走来 一口也对了小帅进步 同时其他尸体 也慢慢爬了起来 司机见状 马力的开车逃跑 小哥则捡起手枪 拉着崩溃的小美 在后面拼命追赶 身后无数丧尸 也是穷追不舍 好 司机急时停车 俩人才安全爬上了车厢 突然一阵排上倒海 车停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小哥走出车厢 发现司机早已被分尸 这时一个男豪 跑过来抱住小美 正好一辆汽车 无头苍蝇似的驶来 停在了眼前 小哥上前查看 发现只剩下一只 鲜血淋漓的断手臂 正要转身告诉小美 却看到了男豪那呆滞白眼 就随手抄起一块碎玻璃 想杀了他 这时男豪的瞳孔恢复正常 小美因为听不懂台语 误以为他要杀自己 就剪剪手枪 将其一枪击毙 然后带着男豪驾车 驶散了市区 看着眼前 人流涌动的热闹景象 小美热烈盈眶 觉得自己也脱离生命危险 没想到刚扭头 就看到了男豪的惨白双眼 只听见两声呛响过后 男豪潇洒驾车 张着血盆大口 就冲向了人群 第四个故事 亡魂二手车 富婆是个专售二手汽车的黑心老板 低价收购事故车辆 翻新改装后 在高价出售 她有个调皮可爱的儿子 没事就在停车场 问遥控汽车 这天晚上 富婆在办公室查资料 为了兼顾儿子 还时不时通过监控 查看动向 这时保安大哥 家里有事请假离开 公司只剩下母子两人 富婆看见监控 发现儿子不见 就急忙到停车场寻找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就在她心慌意乱时 一个麦花小哥突然出现 富婆情急之下 将其一栋筹码 然后回到办公室 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儿子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 可是找到儿子最后出现的地方 一个胖女人又突然出现 只见她痛苦的捂着肚子 不停生意 随后身体膨胀 突然扎裂 富婆看到后 撒头就跑 惊魂被定之际 儿子遥控车 一滑而过 顺着方向看去 却空空如也 刚起身就看到一个恐怖鬼脸 富婆被吓唤 平民逃跑 藏了起来 这时儿子从眼前闪过 钻进了一辆汽车 富婆刚上车 对方又快速下了车 等女人要下车时 却发现车门无法打开 转身看去 一个黑影正在疯狂敲击 下面又变成了 红身着火的鬼魂 出现眼前 这时车门打开 富婆连拱带爬的 跑了出去 没想到那些崭新豪车 秒变暴飞破车 这一幕把富婆下了不行 就准备开车跑路 这时红身是嘴的麦花小哥 慢慢走来 刚等着行军的坐上车 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只见一个男人 从高处坠下 重重的摔在旁边汽车上 毛手毛脚的 刚驶出停车场 车子就突然熄火 现在只得下车 徒步履行 只不过刚下车 最后看到了儿子 扎满血迹的鞋子 他颤颤巍巍地打开引擎 发现儿子早已惨死 此时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呀 看来魅心钱挣多了 报应也会随时报道 第五个故事是 惊魂鬼片场 一个剧组正在拍摄恐怖片 连体婴儿 小莎饰演姐姐女姨 小妹饰演妹妹鬼妹 因为身患重病 小妹也在片场意外晕倒 小A看到后急忙将其送到医院抢救 因为小妹不在 剧组只能先拍小莎的戏份 没想到在拍摄过程中 对方却突然出现 众人惊讶之余 更多的是惊喜万分 就在小B带着小妹去厕所时 医院里的小A传了恶号 说小妹已死 看着身旁剧烈咳嗽的小妹 小B以为是鬼 吓得瑟瑟发抖 正好看到小莎从对面走来 就把小妹交给她匆忙离开了 所有小B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同事 由于麦克风没关 导致剧组所有人听到后都疯疯逃离 小B认为小妹的鬼魂之所以回来 就是想拍完这场戏 势必要帮她完成心愿 不然就会一直被鬼魂纠缠 这时小莎扶着小妹走了过来 看到片场人稀少 还是纳闷 为了不让小莎起疑心 三人谎称其他工作人员提前下班 导演让他们先拍小妹的戏份 就这样小妹戏份快杀青 正当三人准备驱车离开时 小A走了过来 四人坐上车一起扬朝去 半路上小A说 自己的车被撞坏了 所以只能走回来 刚说完头上就流血不止 小B和小C惊恐的相拍看去 发现小A的车头早已被撞的是严重变形 意识到她肯定是车祸身亡 现在应该是她的鬼魂 就急忙下了车 小D看到小A不停冒险 吓得直哭 对方表示她从一样回到的路上 一时走声直接撞到了电线杆上 本想下车查看 没想到刚下车 就一面使了一辆大卡车 将G的车撞了个稀巴烂 小D听后松了一口气 招呼车外俩着赶紧上车 还说小A是人不是鬼 这时小妹突然出现 小B和小C看到后尖叫着上了车 本想加速离开 没想到车子突然抛锚 无法启动 小妹来到车前解释道 因为她太想把戏拍完 就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 现在戏拍完 就想让他们把自己送回医院 其他人听后将信将疑 这时医院阿姨打了电话 说小妹并没有死 原来俩医生是双胞胎 把各自的病人给弄插屁了 现在小妹没事 几个人的心也都回到了肚子里 可就在他们准备拦车 送小妹去医院时 小她的车却摇摇晃晃的开了过来 因为周夜拍戏导致疲劳驾驶 直接把五个鲜活生命 变成了扯下亡魂 第五个故事完美收尾 最后说两句 虽然每个故事的时长有限 但场景设置 内容编排 特效使用 和剧情完整度 却是相当到位 绝对是 《单元式恐怖飘》里的经典之作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 喜欢的话就尝尝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